各位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主播小飞,在中文卡之前,麻烦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,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自特朗普上台,就一直在谋求,连俄制华,美方不止一次向俄罗斯表达意愿,据说这个主意是美国超级智囊,前国务卿,中国人民的老朋友,基辛格博士给特朗普出的。 当然,后来被基辛格博士给否认了,这事当然也无从考证,不管主意是谁出的,联俄制华的计划是一直存在的,若非美国民主党积极反对联俄制华,并借通俄门,对特朗普穷追猛打,美国的这一计划虽未必得逞,但无疑会增加美国对华压力,并提高中国应对美国的成本。 这不就在刚刚美国又开始琢磨怎么联俄制华了,刚刚有三则新闻看似无关,实则密切联系。 1.2019年12月9日 陆氏 瑞士洛桑突发爆炸性新闻 当天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,并一直通过了对俄罗斯竞赛四年的提议。 这一决议生效意味着什么呢?意味着俄罗斯在未来四年,将被禁止参加包括奥运会在内的世界大赛,也不得举办和申办世界大赛。 俄罗斯的奥委会官员也不得出席世界大赛。总之,这个竞赛,嘴翁之意不在酒,其核心是俄罗斯体育将与世界大赛在未来四年绝缘。 如此绝缘的后果,使俄罗斯被更加严重的污名化,这一切其本质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,对俄罗斯的全面封锁与围堵的延续,隐藏着美国继续封锁俄罗斯的深层意图。 二,据参考消息网,转引外媒的报道称,为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9日在巴黎举行,俄罗斯总统普京,法国总统马克龙,德国总理默克尔,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国领导人出席会议,在会议结束后通过了公报。 公报称,四位领导人主张修改乌克兰宪法,并表示支持2019年年底,潜在顿巴斯,实行全面停火。 与会者支持2020年3月底,潜在顿巴斯三个新地段,隔离双方兵力,以及今年根据所有人换所有人原则,交换俘虏的计划。 三,据中心网12月11日综合外媒消息,当地时间12月10日,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。 俄美双方就武器控制,美国安全和贸易等问题进行了讨论,特朗普称,与拉夫罗夫的会面非常好,并表示,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继续对话。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表示,美国正在寻求由俄罗斯建立更好的关系。 自他5月份访问索契以来,两国一直在努力改善关系。 他说,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沟通渠道是开放的,关系是坦诚的。 与此同时,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到访的额外长拉夫罗夫会晤时提出,让中国加入军控谈判。 而拉夫罗夫在回应,则转述了普京的态度。 在中国议题上,总统则多次表示,如果中国愿意加入,我们将支持这一做法。 当然,在这种情况下,应当也考虑其他正式与非正式和大国。 但中国明确表示,他们不会参加任何谈判,因为在核武器数量和核武库结构方面,他们差距很大,而且大大逊于俄罗斯和美国。 这三则消息说明什么?在小飞看来,说明三点。 一,美国从内心深处依然在敌视俄罗斯,并且继续污名化俄罗斯。 这一点可以从世界反兴奋纪组织针对俄罗斯的竞赛亏斑简报。 反兴奋纪组织如此污名化俄罗斯,这意味着美国随时准备对俄罗斯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,并且一直在酝酿更加深层的制裁。 二,美国正在试图改善对俄关系,这一点从上述第二条和第三条新闻中可以看出端倪, 之所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,能够顺利举行并达成重要共识和发表公报。 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在于,美国想改善对俄罗斯的关系,美国在乌克兰施加的压力小了,才有了俄罗斯与德法一起在乌克兰问题上展开斡旋, 否则各方就很难坐在一起,坐在一起也很难有共识,更不要说有公报了。 关于美国想改善对俄关系,我们从特朗普和蓬佩奥的表态上可以得出初步结论。 当然,这个改善关系本身并不是为了真的改善对俄关系为目的,而是为了达到美国的其他目的。 关于这一点,我们接着看下面的分析。 三,美国改善对俄关系最核心的目的之一,依然是联俄制华。 这一点从蓬佩奥再次提出要把中国拉入到军控谈判,即可制造其意图。 当然,美国意与改善对俄关系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,试图通过军控谈判, 沿往俄罗斯在美退出中导条约后,反制美国的力度和步伐,为美国研发忠诚导断, 即进行中程导弹的部署,争取更多时间。 看完小飞上述解读,朋友们应该明白了上述三条, 看似无关,实则密切关联的新闻背后的逻辑,以及美国的目的。 美国搞这一切,其核心目的,就是要延缓俄罗斯和中国的导弹发展和部署, 同时给自己中程导弹的全球部署,争取时间。 那么为什么说中俄联手破解了美国的这阴谋呢? 关于这一点,我们看看中俄的反应。 在当前的局势下,俄罗斯干了两件事。 一,立刻与德国、法国和乌克兰在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上达成重要共识,并发表公报。 也就是说,在美国对俄罗斯展示善意的时候,及时重启乌克兰和平进程, 使普京抓住时间窗口,想解决自己家门口的雷。 对俄罗斯来说,乌克兰问题能否解决非常重要。 只要乌克兰问题不解决,那么俄罗斯的很多政策都会受制于地缘格局。 在这种情况下,当美国抛出橄榄枝的时候, 普京立刻抓住开始解决乌克兰问题。 由此可见,普京对现实非常了解,知道这个时间窗难得, 先见美国的诉求解决自身重大的问题再说。 二,拉夫罗夫代表普京明确拒绝将中国拉入军控谈判。 俄罗斯为什么这么做? 因为普京深知,美国的目的是想分化中俄, 因为这个军控谈判让中国参加完全是乱弹琴。 因为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和导弹数量远少于美俄, 中国有限的防御装备完全没有理由加入这样的谈判。 要谈判也可以,美俄先把导弹和核弹的数量压缩到中国水平再说。 面对蓬佩奥的诱导,俄罗斯很坚决支持中国立场。 这个拒绝意味着美国破坏中俄关系的意图被识破, 也意味着俄罗斯绝对不会上美国人的党。 普京深知中国对俄罗斯的意义是什么,有多重大。 因为俄罗斯所做的事表明俄罗斯没有被美国迷惑, 因为普京一方面在努力利用这个时间窗解决乌克兰问题, 另一方面对美国试图分化中俄的意图非常警惕。 关于诺曼底摩世四国峰会的成果, 德国总理默克尔毫不掩饰地当普京面评价说, 普京是此次峰会的赢家。 当然,这次峰会,普京也是利用了马克龙与特朗普交恶及德国对美态度的转变。 而美俄展开上述互动的时候,中国在干嘛呢? 中国在干两件事。 一、政治上力挺俄罗斯,对俄罗斯的力挺, 最近最直接的体现,就是中国在国际反兴奋级组织对俄竞赛之时, 对俄罗斯的支持,这虽然看起来只是局限于体育领域, 实则上则是政治领域的清晰体现。 在体育赛事方面,尚且对俄罗斯如此支持, 可想而知,其他层面的支持态度。 二、与美国激烈较量,顶住美国并牵制美国, 为俄罗斯推进解决乌克兰问题,争取时间和空间。 最近,中国与美国的激烈博弈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压力, 这是美国建设图,加快推进改善对俄关系的内因之一。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,中国的战略协作做得非常好。 当美国施压,试图迫使中国参加军控谈判时, 俄罗斯替中国党一个身位。 在俄罗斯遭遇巨大压力时, 中国力挺并通过与美国博弈为俄罗斯争取空间。 中俄这样的战略协作, 向美国这种阴谋是必然难以得逞。 从最近中美俄欧的互动上看, 新的一轮洗牌看起来又要开始了, 接下来必然精彩分成。 我们拭目以待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 感谢大家的收看, 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。 感恩,祝福大家。